HELLO 我是虚零六 今天要問各位同學們分享主題呢 在之前的課程有分享過 關於畫表格 沒錯 就是使用矩形格線工具 那這個影片出來以後呢 其實有蠻多同學們有私訊給我在詢問說 那格子畫完以後我要如何進行填色呢 如果我只是想進行局部的填色 我應該怎樣使用 那今天課程就是要來分享如何填色囉 那如果你還沒看過之前的影片的話 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記得點網址進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開完後再來收看這一支影片 那我們開始 首先將畫面移到工具列 在線條的部分選擇矩形格線工具 繪製完畢以後 今天如果你是要全部整塊同個顏色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先直接點選物件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解散群組 點擊空白處 這時候將黑色箭頭選擇最外面這個框 當你們解散群組以後 它外面是個矩形封閉式的路徑 而裡面呢都是單一的線條 所以這時候你直接點選外面的矩形 在顏色的部分你可以直接進行填色 那如果你今天只想單獨 針對某一格進行填色的話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我們先將外面的矩形 這個部分回到沒有填色的狀態 打開圖層 新增圖層 將新增的圖層2 拖曳拖到圖層1下面 圖層1的部分 可以先點選 讓它鎖定 確定出現鎖頭以後 將滑鼠點到圖層2 這時候我們在圖層2進行繪製 我選擇工具列的矩形工具 你可以根據你要填色的部分 來進行拖曳 假設這個區塊是我要的 你就可以進行填色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解決方式 點選物件 按下滑鼠右鍵 解散群組 在圖層1的部分 用拖曳的方式 拖到最下方 複製同一個圖層 圖層1拷貝 這部分我們先給它鎖定 然後點選圖層1 這時候使用黑色的箭頭 點選最外面這個矩形 填色部分 填入顏色 點選空白處 一樣用黑色的箭頭 按下滑鼠左鍵 用拖曳的方式選取 當表格中外面的矩形 跟裡面的線全部被選取到以後 選擇入鏡管理員 如果沒有這個選項的話 請在視窗 下面下拉 選擇入鏡管理員 我們點選下面這個分割 按下去以後 在這個物件上方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解散群組 當你解散群組以後 你就可以使用黑色箭頭 點選你要更改顏色的格子 那以上這兩種方式 就分享給各位同學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再繼續觀賞 我其他的教學影片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喜歡唯 Brennan 我先 reviewed 一個小鈴鐺 進陈 我剛才奏